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台湾的话就开始大气环境变得比较不稳定一点点 所以午后的雷震雨的状况就显得比较明显一些 因为现在真的是很热的关系 用电量不断的创新高 所以其实下点雨可以消暑的话其实也还蛮好的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是这几天的天气 依旧的在午后雷震雨部分的话会来的比较旺盛 对流比较旺盛 所以较大雨是发生的几率都有 但是另外的话也要比较值得注意的是 在今年看起来的话 我们刚刚才讲到了一些热带扰动正式形成台风了 今天的话很可能芙蓉台风就会在南海形成 另外的话菲律宾的热带扰动还在继续的发展当中 但是目前看起来的话 这两个都没有往台湾直接前进的状况了 OK好所以这两个是目前一个是在今天可能会形成台风 一个是在未来的话有可能形成台风 但是都会在未来的差不多四五天之内对于台湾的天气产生一些影响 至于会不会有所谓的双台的藤原效应 因为他们都不是那么的壮大 而且对于台湾他们的路径相距来说也比较遥远 所以目前来看的话应该形成所谓的双台效应的几率 并不是太高 但是对台湾来说的话 就算还是会有一些降雨这个部分的一些影响 好大概来说比较有变化的是这个样子 好那就今天的话 一样的炎热高温 有五个县市发布了高温特报 那这五个县市当中的话在宜兰是橙色灯号 也就是36度以上的连续高温 那另外的话四个县市分别是双北台北跟新北 另外的话桃园跟屏东 这个近山区跟河谷都会有决不幸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 好所以出门的时候一定都还是要做好防晒 中午前后的话真的不要热坏了 那其实除了这五个县市之外的话 大部分的城市高温都会来到34 35度左右 我是真的还蛮热的 好那这个昨天这个热的状况 在昨天的下午一两点的时候 看起来我们的供电灯号 再次的出现了供电警戒的橙灯 所以不只是高温发出橙色灯号 我们连用电在昨天的下午一两点亚发出了橙色灯号 在那个时候的供电量 我们的使用率等于是供出来的电被使用的 已经超过了97% 代表的是只剩下的3.37%的被转容量率 真的还蛮惊险的 那ok现在就很伤脑筋了 所以真的很担心 就是电价真的是电价是一回事 这供电量是否稳定是另外一回事 那另外的话能源结构会不会产生呢 我们所期待的干净的能源是一个低碳的环境 又是另外一回事 那所以这个到分开来谈 那ok我们先讲这个电价 虽然这个在礼拜一的时候宣布要调涨 那涨幅的话呢 这个高工业大户呢 还在反弹 还在消化当中了 他们最担心就是今年的整个的物价的状况 其实压力是真的还蛮大的 所以一下子呢 把他们呢 这个用电成本的调高这么高 所以呢 目前看起来反弹的声音很大 所以呢 也开始出现了要用这个核能发电 这样这个声浪 所以昨天的话呢 经济部长王美花 也有真的这个事情进行回应 我们待会再讲 所以这是属于这个电价的问题 那现在我们讲到的是宫电的稳定度的问题 那所以呢 3.37真的是非常的低 那为什么呢 会这么的低 这个昨天的台电有一些说法 这个说法 第一个是说呢 因为昨天的话呢 台湾的中南部在下雨 那因为下雨的关系呢 所以太阳能的光电 多半是坐落在中南部 所以导致的供电的状况 继续下降 那所以昨天下午的话呢 呃 太阳能所供上的电 而只占了3%到4左右 所以造成了相当程度的电力缺口 好 所以这是第一个 太阳能 第二个话呢 说昨天下午高温炎热 那这个说中部的五部的燃煤机组呢 因为散热不良热中暑机器也会热中暑啊 跟人一样没有办法散热啊 所以也没办法全力发电 那OK 所以这是第二个 所以这两个的话呢 都蛮蛮明显的是跟天后的关系 第一个下雨的话就太阳呢 就会受到影响 第二个温度太高 我们呢 连基本上的燃煤机组也会受到影响 那再来的话呢 说昨天啊 看起来 呃 虽然有下雨 但是雨势并不是很大啊 所以呢 这个作为后援投手的抽续水利 也没有办法完全执勤 再加上啊 这个昨天的话呢 大龄的二号机 因为破管的关系呢 正在维修 所以这个又是维修上的问题 就多半来讲的话呢 这个缺电 呃 通常都是有一些呃 人为的 疏失 这是一个 在过去几次的案例当中 再一个的话呢 就是我们的什么管线啦 呃 维修啦 尤其是税修 有些是意外的要去出出现状况去维修 那这是另外一个状况 那再来的话呢 就是那种天后 我觉得天后这个问题的话呢 真的就凸显出来 所谓的绿能 它重要 它干净 但是呢 它就是不稳定 它没有办法作为一个被载的电力 这其实讲了非常多次了 那当然现在科技正在进步当中 呃 除能的设备呢 目前呢 也在大步前进 这除能设备 如果说进步的话呢 呃 至少目前眼前看到这有两个很大的啊 这个产业跟好处 第一个电动车啊 电动车的话呢 如果呃 电池除能能够大步越境的话呢 以后开电动车啊 现在所有的国家呢都在啊 推动 升级了二零三五年啊 我刚看到这个最新的新闻 呃 新年欧洲议会啊 希望二零三五年不再使用任何让燃煤的新车上路 我等于就是你不再能够呃有就是希望车都是电动车啦 那呃 他们呢 欧盟也正式啊 这个要拟定法律了 哦 那所以呢 这样的状况底下的话呢 这个除能这件事情就变得很重要 那除能的话呢 也包括了绿电啊 绿电的话呢 问题也在于说他不能够除除备 因为他不稳定啊 如果他的不稳定状况除备下来了 可以在呃 需要的时候有 那我觉得当然是很好 但目前的话都还在发展当中 好 所以呢 昨天啊 为什么呢 这个被转容量率呢 只剩下百分之三点三七 你去分析这个原因就会看得到呢 我们的能源结构 为什么我们讲我们不断讲非常脆弱 为什么会讲非常脆弱 就在于说我们的绿能 第一个进度根本没赶上 而且进度就算赶上了 他也没有办法负担呢 呃这个所谓的被被转的这个 所谓的一般的积载啊 这个积载电力 那再来的话呢 就是目前看起来有关于这些什么税修啦 维修啦等等的问题也都还是出出现啊 所以这个部分是管理上的问题 OK好 那不论如何啊 这个在昨天看起来写信号啊 这个虽然被转容量率只剩下三点三七 大家都非常非常的紧张啊 我们大家呢 呃 只住只顾着开冷气啊 实在太热了 吹电风扎没有感受到啊 事实上昨天台电是很紧张的啊 他们呢 呃就呃用降压的方式来度过难关 好那所以呢 这个部分的创下啊 这个三点三七的被转容量率 创下303大停电以来的最新的最新低记录 OK好那所以呢 这个部分 许会昨天啊这个相关啊 叫做台湾大未来国际高峰会啊这个会议上面的回应了这几天呃被这个工商业界批评啊这个台湾的能源政策错误 那要求呢是不是呢可以重新考虑核能这件事情他说的话真的很天才耶我说实在话啊我真的怀疑我们这位军力部长懂不懂能源啊他说的呃他说呢我们现在呃这个电不够啊可能的问题啊就电电价涨的问题他说的电价涨他说电价涨跟核能有什么关系 啊他说呢核能你看的国际之间的几个核能大国美国日本啊欧盟他们有些使用核电的国家一样在最近时间电价涨涨很多啊 我是他的意思就是说呢呃用核能又不能够不涨电价或者让电价涨少一点 核能跟电价我们什么时候讲到他是直接勾连的问题了电价涨这段时间是因为燃料涨的关系的国际的燃料成本涨那所以的话呢啊这些国家也都涨啊那这个 这个部分天然气涨啊那么那么明显然后你说核电涨那他们也涨那他们问题他们是一个电业自由的国家第一个就说 他们涨是因为天然气的价格涨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呢他们是电业自由的国家电业自由的国家就是说呢你依照市场的需求反映你的成本我们是政府相当程度掌控啊我们称不一直压你没看到过去是压了七连续压七次不准涨到现在受不了了啊这个台电都快倒了所以才让他涨所以某个程度来说 我们政府啊这个干预店家干预油家是干预的蛮厉害的啦那只说站在消费的角度看那当然就说啊这个干预很好但是我们也讲过了这所谓的干预好让你不动涨是让他是拿我们的纳税金去补贴意思其实一样啦左口袋右口袋的问题只是直接的感受当中来看的话呢你不会觉得这么的呃觉得吃不消啊觉得要一下子荷包又要大缩水 但是某个程度来说是我们去压抑店家否则的话你这一次你让他统统涨好了涨到让可以让台电去平易他的财务状况那你看我们涨的没有比这些核能国家多多多了我们其实涨半天也不过不到这一次今年可能台电会继续亏损的十分之一 但我们已经涨了百分之十五了哦那所以呢我觉得王美花这个讲话真的是乱比一通哦所以他讲说第一个呃什么呃用核能的国家他们一样电价涨那第二个的话呢嗯他的意思就是说呢目前看起来啊这个涨价的问题不能够解决啊就是说核能的问题不能够解决涨价的问题哦但是我说这个其实不是完完全全那再来一个更厉害的就是呢王美花说我们又没有说我们要废核都是新北市新北市呢 干事储存的这个工程执照啊说要赶快做赶快通过都没有做哦那所以呢你要怪哦是怪新北市是中央跟地方合作呢遭到了阻碍这个厉害了吧 好回到啊蓝薰时间啊所以我们刚刚讲到的是呢竹林真的很热啊事实上继续会越来越热吧好所以但是呢现在才六月底无想这次大家最担心的部分哦那但是呢呃电价涨是一件事情我觉得电价应该 应该要涨啊只是说呢是不是一下子涨这么多然后是不是只涨呢这个工业大户游戏在现在啊目前看起来有点通破膨胀呢呃这个经济衰退的忧虑啊那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呢是不是该某些部分的话不管是给补贴或者是说呢呃大家咬一咬牙啊但是呃对于整个的电价的结构对于用电的效能都可以效率更加的提升然后呢顺便在这个机会啊这个依蜡一推当中帮助这些呢工业大户 进行内部的自发电啊让整个的节能的呃这个本来可能没有那么大的意愿啊但是呢因为现在哇这个电价涨了他们觉得痛了啊所以呢其实有更大的一个机会点让这些呢工商业界啊这个用电的大户呢尽可能的往这些呃节能方向去呃去迈进我觉得这些都是可以同时做的啊所以我想呢这个东西不是口水的问题是应该要去做的问题啊那回过回来另外在核能部分 我觉得这个问题啊为什么刚刚开玩笑讲说呢这个王美王美华太厉害了啊如果你真的要这样讲的话呢代表的就是好那你就言下之意是说民进党并没有非核家园并没有呢眼前就要呢让这个呃核能归零这样子的一个呃态度吗啊就是说他本来有个时程表嘛对不对这时程表里面20252030 各自的核能的占比越来越低呃很快的在2025吧啊这已经顺利的话呢他就希望能够降到零啊那问题是如果说不是那如果不是就不是用这种吵架的方式来讲啊就是说那如果不是就坐下来谈那是怎么样啊是怎么样啊因为他这个昨天的说法听起来言下之意就是民进党的政策改变了吗他们也因为现在不管是国际之间对于核能的讨论啊不管是他的干净能源的状况不管是他的价格最低的状况 不管是他的安全慢慢提升的状况都让国际之间呢必须要去正式去面对愿意啊面对这个问题来讨论我所以台湾也是这个样子吗啊那如果是的话你就不应该是在一场呃这个国际的会议当中顺便的要去跟工商业界吵架的时候回说啊我们又没有说我们是一个废盒的国家那我们现在之所以这个店会不够呃为什么你会觉得我们不用何能都是因为新北市呃都是因为新北市呢呃这个 迟迟不发呢干事储存工程的执照所以呢燃料棒无法拿出来燃料池就已经满了所以只好提早半年停止运转是这个样子吗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是那新北那你那现新北市如果说他们愿意做呢新北市现在的说法是因为中央不愿意啊中央呢不愿意呢这个推动这个规划有关于干事储存的设施所以呢新北马上的回应他就是责任不在新北责任的是在中央而且中央呢不愿意呢这个推动这个规划有关于干事储存的设施所以呢新北马上的回应他就是责任不在新北责任的是在中央 向来这个非核的政策大家都非常的清楚好那所以呢现在这个东西又又用吵架的方式来讨论吗如果说新北市也说他愿意做啊只是中央不不不给啊不做一个呃完整的规划那这个中央也说我们要做啊只是因为新北市不发合照哎那很好那是不是代表这个一拍集合两边坐下来好好谈所以呢新就是政府啊中中央尽快的规划出干事储存的计划然后呢新北市尽快的核发这个核发 核执造然后就让呢核一厂的一号核二厂的一号机核一厂的一些机能够演绎的就演绎度过这段时间呢绿能还没有办法赶上而且度过这段时间呢整个的全球天然气价格飙涨这样子几年的尴尬期是可以这个样子吗是不是那政府是不是应该做下来我觉得这个问题应该这样子讨论这样做才对啊那昨天王美华就是这样子讲了啊那所以呢媒体就登上版面就到底在吵什么啊他的说法说台湾并没有要费核 然后呢这个民间啊这个工商业界还有学者呢谈到核能核能根本没有办法解决问题啊到底是怎么样啊所以呢这个部分其实呃第一个这个这个王美华的类比啊这个拿电价去去拿跟核能啊这个用不用来做讨论真的是非常奇怪的一个逻辑啊真的是不通那再来一个一个的话呢随意面对核能到底状况该怎么样那回过头来讲电价的时候那是不是因为电价涨了以后你更应该去趁这个机会去调 调整你的能源结构增加你的用电的效率呢OK好那再来就是未来这段时间供电怎么样子啊能够在电价涨了以后呢你一样可以确保啊你的供电无余你供你如果电价啊这个很低然后呢都呃还出现这种跳电大家是一种情绪你电价涨到这么高了万一再再跳电再缺电你就快等着看好了因为会被骂翻的啊所以我就对台湾来说就是大家去共同面对的问题大家都讨论非常多 但是政府给自己的选项太少我觉得这是个最关键的问题所以要不要好好坐下来把所有的选项摊在面前面对而且把现在目前的风险通通摊在面前现在风险已经不是说我们台湾要不要走向非核家园绿能要多少而是各个国际之间的一些战争啦啊物价飙涨啊包括台湾自己本身的问题他通通都在眼前的时候必须要重新坐下来通盘的各个方面不管是政府企业地方啊都必须要重新做下来通盘的各个方面不管是政府企业地方啊都必须要重新做下来通盘的 就需要去面对这个问题才对啦啊OK好所以呢昨天王美花用这种方式来回应有关于这么严肃的这个电价的问题能源结构的问题以及供电是否稳定的问题我觉得很糟糕好那所以呢这是有关于呢一开始讲到天气啊再次的讲到电因为这个是接下来每一天每一天都会碰到的问题好那接下来的话呢就看疫情好那疫情的话呢在昨天还不错啊那还不错的意思就是说呃数字啊虽然还是有这个 确诊4万2000多人但是呢死亡的人数降到百以下了我指的是这个啊那但是85其实坦白说也还是多但是总之是有往下走了啊那所以北部先往下走之后南部先目前也往下走了所以呢这是让整个台湾可以目前看起来呃心里面觉得比较安了啊那OK所以呢目前看起来啊指挥中心昨天说已经脱离了确诊的高原期那然后的话呢陈时中也特别呃 呃回应啊这一些呃大家呃认为边境是不是要继续放宽啊那包括了像是陈建仁前副总统也说他认为呢七八月份啊呃应该要考虑开放边境那我想这也跟一些呃美商啦欧商啦不断的反映说这个部分其实对他们做生意来说呃事实上是是有危害的啦当全世界都要开放的时候好但昨天陈时中啊他也讲了啊他把这个优先顺序讲清楚了啦他说呢现在的话呢希望先活络跟经济有关的 还有让学生回来啊那另外的话呢旅游这件事情啊他可能会放在比较后面那他说一定会目前呢只要是啊接下来啊这段时间呃就是我想应该讲的是七八月啦哦这个七八月的话呢学生需要回国的啦呃然后呢经商啊这国际电影开放啦哦是这样的那如果还有余裕的话啊那陈时中说呢边境一定会开放到让大家可以出国去玩好那我想呢能够出国去玩一定是回来也要方便啊 所以代表的就是回来的话呢呃边境的限额应该也是要放宽等等好那啊还有这个疫苗啊必须要更稳定好那但是另外的话呢这个台大的儿童医院啊这个提出了一个警讯啊虽然呢在台湾的目前疫情看起来的话呢开始要走下啊这个高原期慢慢的更趋快但是呢呃miss c啊这件事情的话呢反倒是现在要进入高峰期了那如果大家还记得我们谈过有关miss c跟miss a的话呢 他们特色跟呃重点都是在于他们是在演绎过后哦你会呃心情放轻松的时候突然之间他会出现一个回马墙啊大概是在四到呃这个八个礼拜之内哦他会出现一些症状所以这是miss c跟miss a啊所以代表的是现在呢演绎高峰过了所以呢高原期近了好回到啊蓝薰时间啊什么刚讲到呢这个miss c啊也就是所谓的多性 系统啊这个发言症候群好所以呢就是台大医院的儿童团队提出的警讯啊说呢这个礼拜啊这一两个礼拜大概会进入啊这个miss c的高峰期所以家里面染疫啊染疫过的啊染疫过的染疫过的幼童就要特别注意了啊他会不会出现呢啊一些相关的症状如果是的话呢就要紧尽快的啊这个就医啊避免呢就是可能是miss c的状况好那这个呃六大状况我们再重申一下这个发烧合并出诊 红眼睛呃肠胃道不是淋巴结肿还有呢活力减低尿量减少这六大症状都是症状啊我觉得活力减低跟尿量减少可能会呃一般的家长会不会有点哦容易疏忽啊因为其他的比较是有明显的呃这个症状的啊那但是这些都是包含在呢这个miss c的呃这个初期的症状里面 好所以如果一旦有这些症状的话要立即挺高警觉然后的话要尽早就医检查那家长当然一定要陪同OK好所以呢这就有关于讲到miss c的部分啊那当然我想miss a呃成年人更是自己要注意一下这个相关的状况了啊OK好所以呢这是有关于呃台湾啊这个目前看起来确诊的话呢是比较稳定的往下走了那期待啊这个死亡的人数呢也可以这么的明显的往下走啊 但是往下走的同时呃呃这个呃呃miss c跟miss a呃要稍微的注意那其实呢事实上呢现在染疫的状况也还是持续的有在增加因为每天4万多嘛啊那这个最新消息我们昨天我们刚才讲到的王美花王美花的老公啊这个是国安会的秘书长啊呃这个呃呃顾立雄呃顾立雄的话染疫了啊所以呢昨天总统府的呃这个发言人证实了总统府又出现了4个染疫的人就包括了国安会的秘书长顾立雄 国安会的咨询委员陈俊林还有两位呢国啊总统府的员工OK好但是看起来呃顾立雄染疫了但是王美花还好啊呃这个他是阴性OK好所以他说最近没有跟夫婿呃顾立雄接触OK好所以呢应该双方各自忙OK好所以呢这部分的话呢就是嗯讲到台湾啊这个相关的疫情那国际之间啊也一样啊目前看起来呢除了啊这个周末症候群之外的话呢 我说通报的症候群之外啊等于是周末现象那啊常态性的话事实上呢目前的呃疫情是有重新的呃这个死灰复燃的感觉等于又一波了啊所以今天的话呢68万多人单日新能感染啊当然比起前面的话呢上百万都是前面一波啊算算是已经啊这个小轰不少了啊但是呢就也还是要值得注意有14个国家破万啊那这个欧洲的话呢一样目前看起来是呃 最多啊这个六个国家法国今天已经连续第二天啊是破10万了是12万多人单日新能感染意大利的话呢9万多英国的话呢是3万5但是还有117个人死亡啊那啊这个希腊是1万6奥地利1万2葡萄牙1万啊所以呢就是欧洲的部分那呃美洲的部分的话呢巴西啊这个7万我巴西最近这几天呢也都是还蛮高的啊都是在5万以上而且他225个人死亡啊所以呢这个死亡人 人数也算多美国今天也有6万啊他有168个人死亡啊所以死亡人数也算高那墨西哥有2万多好那另外的话呢澳洲是3万8啊所以澳洲一直在一两啊两三万左右好那亚洲部分的话呢今天有四个国家呢是破万的啊以色列跟新加坡呢稍微下来一些些啊但是也都还是在把9000蛮高的那呃取而代之的是南韩所以我们昨天就有注意到南韩的已经9000多了 今天要破万好所以呢就亚洲来看的话呢台湾哦依旧是在亚洲部分呢算是染疫的程度最高的4万285个人死亡那日本的话呢是1万7日本今天的死亡人数高过台湾啊今天日本的话有107个人死亡印度呢1万3啊这个南韩1万OK好所以呢这个部分大概是啊所以东京都我们目前看到他们的持续性的关心啊所以他们连续好几天都看到呢他们呢呃有关于东京都的啊这个相关的染疫人数 都不断的通报啊所以他们已经连续12天他们的新增病例都是高过呃上周的同一天了啊所以呢这个状况是他们在观察中的那另外的话呢呃是香港香港的话呢昨天破2000哦但是偏偏的接近七一大庆的日子呢越来越近也接近了习近平要到访的时间越来越近啊所以这个部分对于呃香港来说坦白说我就会是蛮紧张的然后今天的气象还预报说呢呃这个香港在7月1号那一天应该会 会有着大雷雨啊OK所以呢对于香港呢嗯25周年的回归啊尤其是在一连串好多年下来的政治经济跟社会层面的不安定之后啊呃这个他们想要去呃证明他可以安稳度过的那么一个大庆的日子目前看起来啊挑战还蛮多的好那再来的话呢去南韩南韩的话他们昨天批准第一个他们自己的国产疫苗你看他们真的是还蛮按部就班的啊这个慢慢来 慢慢实验啊最后呢终究批准好那他们这个批准的第一个他们的针对COVID-19疫苗要供大众使用呃他可以打给啊就18岁以上的打两剂啊隔一个里呃得一个月啊这个就咋打第二剂啊这个大概来说是呃南韩他们自己啊跟这个美国的华盛顿大学共同研发的哦还得到了这个呃格兰素斯克蛮大的药厂的支持共同来研发OK好所以呢这些是跟今天 啊国际之间呃疫苗相关的讯息啊提供给大家OK好所以我们谈完了啊跟这个嗯谈了有关于这个能源电价跟呃用电缺电还有呢哦这个疫苗疫情啊这个目前都是全球啊都是高度关注的话题之后一样接下来看的就是欧美股市好昨天欧美股市的话呢都下跌啊那原因也还是一样就通膨啊然后啊物价飙涨 然后呢升息啊然后的话呢接下来看起来经济啊景气的前景啊这个看起来有一点啊这个暗淡OK我们先从美国开始看起好在美国呢道琼工业指数呢是唯一涨的啊这个涨了82.32点收在呢31029.31点涨幅是0.27% 拿下指数跌跌了3.65点收在11177.89点跌幅是小跌0.03% S&P我们的呃S&P500呢也小跌了百分之0.07那费城半导体跌的比较幅度大啊这个跌了百分之2.2就是美国股市那欧洲三大指数呢也都是下滑德国跌了百分之1.73英国跌了百分之0.15法国呢跌了百分之0.9 好那这个跌的原因的话呢就是一样啊这个整个的整个的气氛就是这个样子啊那就是说政府采取的措施怎么样了跟政府看待我接下来的啊这个景气怎么样好那所以显然的采取的措施 就是美国的联准会主席鲍尔昨天的谈话呢相当鹰派啊他对于呢7月份呢是不是呢会涨涨三马那接下来的话呢会不会经济衰退会不会软着陆看起来呢越来越悲观啊那所以呢昨天最主要是鲍尔的鹰派言论我们休息再回来 好回到来生时间啊那所以我们来看看呢这个昨天呢呃美国联准会的主席鲍尔啊他最主要是出席呢一个呃就是欧洲央行的论坛啊这个论坛当中的话呢包括他包括呢欧洲央行的总裁包括英国央行的总裁呢都有出席啊那这个嗯鲍尔在里面就特别提到说呃美国的经济啊他认为还是可以承受啊这个通货紧缩的影响但是呢连续的手段啊就这个手段 要抗通膨但是呢显然这个手段呢达到了若干的效果这个效果就是呃美国呢在昨天公布的相关的经济数字这个经济数字的话呢呃这个像第一季而他们的正呃国民生产毛额GDP啊这个是1.5% 负1.5%啊那到了第二季啊就变成是负的1.6%啊所以呢等于是在2020年第二季以来第一次呢出现了呃负的成长就是本来就已经不高了啊那再 再萎缩啊再再萎缩那所以呢这个状况显然的跟啊目前看起来政府呢开始啊这个呃缩减量化宽松然后开始升息都是直接有关的啊好那所以呢呃等于是通膨是不是可以控制的住呃目前报我的说法当然是有信心啊但是呢就在有信心的过程当中呃在等待他发生效果的过程当中 从经济呢先受到了损害我想这是大家现在比较担心的那所以呢昨天啊这个鲍尔在谈到有关于呢美国的经济衰退啊可不可能呢是软着陆他这方面的说法啊是真的都比较悲观他觉得面临蛮大的挑战 所以尽管其他的一些联组会的官员都认为呃有避开软啊硬着陆的几率啊但是呢鲍尔已经算第二次啊公开讲了他觉得真的是还蛮蛮挑战的啦啊他最主要谈到的是因为恶物战争跟目前的疫情啊都让啊呃他们的一些手段寄出来之后呢并不见得可以百分之百达到效果啊 那所以呢等于是要跟这些国际之间的啊这个不管是地缘政治的问题不管是呢人类遭逢到啊这个病毒的啊清洗这个事情呢要继续的fight啊所以变得变速啊跟呃状况很多比较复杂OK好所以呢这个话一说出来之后啊整个市场的反应就是很激烈啊那所以呢大家都下跌大概是这个一样样子了啊OK好那这个美国银行在昨天也提出警告啊这个全球的货币政策慢慢收紧 那同时地缘政治其实持续动荡那消费者的疲软哦都可能会让今年的下半年到明年的晶片需求呢继续带来压力哦所以这部分都是相互影响相互循环的啊OK好所以呢这个部分呢是我们看到昨天最主要欧美股市呢下跌的主因好那这个嗯所以看起来包括我们刚讲晶片嘛哦那这个晶片问题呢很多的呃国家尤其美国也希望呢就开始最好呢大家都在自己的啊可以去自己 自主当中呢强健自己的供应链啊所以呢呃工厂啊能够在自己国家盖最好啊所以呢这部分也讲到德州仪器昨天呢呃这个稍微下跌了一点点啊那最主要是讲到呃这个美国银行发布研究报告啊把它从评级从买入调调低到中性因为他未来很可能必须要在美国建立新的工厂那这个新的工厂就需要更多的成本啊美国的人力啊等等都高啊那更多的成本 那所以他们的呃资本支出我可能就会受到影响因此调降他的评级像这些事情都是呃有一些连锁影响的了啊那再来的话呢比较受到关注的是美国的一个家具用品的连锁卖场哇昨天的股价暴跌跌了百分之二十三点五八啊这个跌幅真的是还蛮深的啊这家公司叫做呃Bat Bath & Beyond啊那他的话呃最主要是因为第一个他重组他的领导层那呃他们的CEO 都要下台那第二个的话那是这段时间以来啊呃呃就是他们的财报显现他们的销售额呢大幅度的下降我想这个也跟这段时间呃物价啊那成本提高那也跟呢美国的零售销呃呃房屋房屋房屋的话房屋销售呢也开始啊越来越惨你不买房子不整修房子你就没有那么大的这个家具需求了啊都是有关系的啊所以他这样子的一个相关的财报严重低于华尔街对他的 获利跟营收的预期因此他的股价暴跌OK好所以呢这几个是在昨天呃话题当中比较受到关注的还有一个呃那就是苹果跟Google他们昨天呢收到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的通知要求他们把TikTok从他们的应用商店当中删除否则的话呢将在7月8号以前呃要求出具声明呃说明理由啊否则的话呢可能会被处罚 啊OK啊所以你这边讲到的就是我们今天第一个小时还在讲啊这个呃特斯拉的车子不能够呢开进啊这个北戴河附近现在真的是啊中美之间的这个战略大对抗啊除了拉帮企业派这个壁垒呢越来越呃阵线越来越长范围越来越广彼此之间的叠对叠的啊这个防备性越来越高啊 那所以呢你说特斯拉一个车子啊他可能对于这个呃周边情报的收集啊可能会不会成为国家的应用啊那或者伤及啊这个中国的呃安全那同样的美国还没有为TikTok啊这个现在已经讨论非常多了啊所以一度就比较松一点点但显然的现在还是啊没有办法完全放心啊所以呢美国的联邦通信委员会才会正式发出啊这个呃要求啊要求呢 那苹果跟Google得要删除啊他们的相关的应用程式在他们的呃这个不管是Apple Door还是呢这个呃Google的这些呃他叫什么Play DoorPay DoorPay Store里面去删除OK好所以呢这些部分其实反映出来的啊都是看得到呃这个地缘政治美中强权之间的啊各种的拔河角力啊跟这个对抗呃受到影响的真的是啊这个非常的呃千丝万缕了啊 OK好那既然讲到这个的话呢就要看昨天呃呃北约哦他们呢呃进行了呃这个相关的会议那这个北约的会议当中特别提到的就是呢今年啊这比较受到关注的一个是针对俄罗斯一个呢就是针对呃中国好那这个针对中国的部分的话呢北约的秘书长啊在昨天呃再次的谈到啊呃这个他们又会发布啊这个新的呃叫做战略 这个概念啊他们会讨论发布那目前的话呢呃大概草案啊出来了这个第一次呢就这些年来把中国放进去了那呃史托腾伯格强调而说中国并不是北约的敌人但是他必须严肃的说已经构成的威胁而且霸凌台湾好所以呢台湾呢也登上了这个北约峰会的啊这个话题当中啊但是就像我昨天说的先前讲说构成挑战这件事情呢是一个比较呃 呃企图中心一点点的外交的字眼了他们真的觉得的就是严重威胁果不起啊他们今天就直接说了啊已经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好那所以呢在这样这个面临的战略竞争的时代里面啊当这个中国大陆他们的武力啊也越来越强盛国力也越来越强盛的时候呃史托腾伯格还特别强调了核武这件事情啊所以他认为呢当这样的状况底下呃这个就是他不断的壮大而且霸凌台湾的话呢 他们必须啊去呃慎重的要去更掌握更洞察中国呢所构成的哦对于全世界的威胁性OK好所以呢这个话听起来还蛮严肃的啊我们休息再回来 好回到来宣时见啊什么刚刚讲呢现在正在西班牙登场的这个北约的峰会啊他非常的呃很很重要我必须这样讲他非常重要啊那重要在于说呢他是在欧乌战争的持续开打 啊现在已经迈进第四个月了吧啊这样的一个时间点上啊他呃对应啊这个对于俄罗斯啊都到底呢北约国家他并没有分裂啊反而更团结但更团结起来之后呢他必须要去提出他的战备啊那所以呢美国他也是非常积极的啊呃还记不记得先前的话呢在川普时期还说呢这个北约是一个过时的组织啊这个美国要退出北约啊等等等啊这个转眼之间啊才几年呃换了一个总统换了一个情绪换了一个战略的局势啊整个的状况 都不一样了啊不但是呢不过时了反而啊目前看起来更加的强化这是一个重点之一那重点之二的话呢就是呢他们现在把俄罗斯跟中国啊当作呢是一个呃合在一起的啊这样的可能的一个战略的联盟呢更不用说呢这个中国他们就很担心呢这个俄罗斯啊目前对于北约造成的状况复制到亚洲呢是一个中国对待于台湾或是整个呢啊这个印太地区的一个危机的状况 所以的话呢就把这个俄罗斯跟中国把中国呢非常的呃算是首度啊放进了北约的啊这个战略报告里面那甚至包括邀请了啊这个亚洲的国家呃日本韩国等等啊去那边参加 我想这都是这一次的北约峰会呢格外的特别也格外的呢会在历史当中啊这个写下他的一个重要性的一个部分啊我们刚讲到的是中国首件在他的战略报告里面啊那这个叫做战略概念的啊这个叫做strategic concept啊这个文件里面我刚看了啊他已经不只是草案了昨天呢他们是已经正式通过了啊公布了OK好所以呢这个他们设定了啊这个北约在未来十年之内要做的事情 当中的话呢第一次从1949年成立以来第一次呢提及了中国好那所以呢这个部分我们刚才讲到了这个相关的内容啊好那但是呢另外一个当然更直接的就是俄罗斯了啊所以呢在他们这一份啊这个报告里面的话呢更多的内容呃所以总共11页的报告那把俄罗斯更定义为对于整个的北约盟国的安全最重要且直接的威胁 好那所以呢所以呢这个就是俄罗斯是最严重的威胁啊所以讲的最多而且呢战略提升最直接啊但是我们会讲那这个呃中国是第一次放进来而且第一次才放进来啊这个篇幅就不小啊所以特别提到说呢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所表达出来的野心与胁迫的政策挑战了我们的利益安全与价值那他所谓的呃野心跟胁迫政策包括的是一个混合式的呃 采取的包括像政治经济军事等等啊这混合式的啊这样的一个做做法然后的话呢就对于全球的一些秩序啊全球的一些价值啊他们认为的构成了挑战而且造成了威胁好所以呢就是呃我们在整理啊一次有关于他谈到中国的部分好那俄罗斯的部分的话呢真的就是感觉上就占云密布了啦我必须这样讲啊就是我自己觉得是非常的不乐见啊整个全世界突然之间 就是在过去的这这呃半年间啊真的就是过去呢在呃台面底下拉锯他都不会是一天造成的还是在过去的台面底下呃在拉锯的在布局的在在呃冲突的呃在角力的呃一个嗯最后的导火线出来的时候通通翻上台面啊那这个状况的话呢就是非常的严峻啊好昨天呢他们达成的呃这个部署啊这个战备部署是我们先讲美国 美国非常积极的呢呃打算要这个等于是嗯进到啊这个北约欧洲跟东欧他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在东欧第一次部部署这些啊呃这个军队他第一次要在东欧部署啊所以是美国部分好美国的话呢第一个他要呢加派军力啊这个包括在波兰他要建立呢常驻的美军总部啊所以这是在波兰第二个他要在西班牙的驱逐舰里面从四艘增加到六艘他要在英国呢加派呢两支的 F35的中队然后呢他要在罗马尼亚呢增派了轮调旅然后呢他要在波罗的海的国家呢轮调部署然后呢他要在德国跟意大利增强国防啊防空跟其他的能力啊等等然后他要在整个的啊这个北约的组织啊整个的欧洲地区呢呃普遍的还要增加他的一个军事部署啊所以呢光光讲到的大概就已经涉及到十个国家以上了他要更直接的呃 呃兵力的武器的呃总部的机构的哦等等的部署啊好所以呢这个部分的话呢尤其是他打算有军队常驻在波兰波兰就在波兰就在乌克兰的旁边就在靠近俄罗斯等于是如果说你要讲说不管是俄罗斯看北约东扩还是呢北约看俄罗斯的入侵乌克兰然后就是波兰哦所以我想这是为什么呢美军要在那个地方呃常驻啊设立 总部呢非常非常呃值得关心的部分啊那这个俄罗斯会怎么反应我觉得也是蛮重要的哦那呃我们先讲完啊这个有关于这个美军是这个部分那就整个的呃北约来说他们也要增加更呃更大的军备啊所以他们也同意要编列更多的预算啊所以这个部分是确定的他们总共有30万的啊这个属于北约的盟军的队伍他们必须要去呃做更精良的啊这个战备的提升跟更多的 训练那再来的话呢他们也决定啊等于是呃最后磋商之后的话呢在昨天正式宣布了他们让呢这个芬兰跟瑞典呃要签署备忘录土耳其也加入了因为土耳其当初反对最深的所以等于是呃正式同意呢欢迎啊这个要把这个芬兰跟瑞典啊来呃成为啊这个加入北约啊这个的候选国然后的话呢但是要换取啊这个等于是土耳其同意的话呢他就说要 这两个国家同意他们呢要不把库德族呃再去做一些嗯就库德族他们过去不视为恐怖分子了那甚至有些库德族的人啊这个逃亡到欧洲去呢呃在土耳其的眼中啊这两个国家呢是包庇啊这个呃很多的库德族啊的人很多的地方啊所以他必须要要求这两个国家呢不再支持呃土耳其境内的库德族的团体啊 并需要遣返啊呃土耳其土耳其口中但是在他们来说是保护着的三十多名恐怖分子然后的话要解除对于土耳其的武器禁运等等OK好所以呢就是目前的话呢土耳其也是白紫黑字呃写下来啊所以他同意啊这个芬兰跟瑞典加入北约那换取啊我们刚讲到的这些部分那他他他不只是换取呢芬兰跟瑞典对库德族的态度啊他还换取美国呃任意出售呢 F16战机给土耳其OK好所以呢你会发现呢当呃我觉得国际局势就是这样的当你现在呢彼此利益相符需要的时候啊呃本来说要保护库德族的现在也可以说不要保护库德族了呃本来说他不是恐怖分子的现在也可以说他是恐怖分子了本来不卖你武器的本来现在也可以要卖你武器了所以所有的军售跟所有的呃支持不支持你境内的反对分子这件事情我觉得基本上很多都是依照对方国他自己 本身的利益需求所以呢以前呃这个美国他们也对于台湾啊说什么知不支持台独这件事情他们也不表态啊现在要表态不支持支持台独等等所以你都会看到他们都会在中间啊呃有很多呢呃这个战略的因应跟因依照不同的时间点啊会有一些调整啊就是这个样子OK好所以呢目前看起来嗯整个的啊这个北约峰会里面啊 这个达成了很多蛮重要的而且蛮历史性的一些改变啊不管是成员国的改变啊也改变了很多欧洲中立国的态度了那包括了战备的改变啊包括了整个的战略地图目前的话呢本来北约对对俄罗斯啊那这个啊亚太有打太对中国那现在通通连成一气好那针对这个状况呢俄罗斯的副外长昨天说啊他他们说啊这个北约目前看起来显然的 对俄罗斯采取了积极的恶意政策他们认为呢反而是北约在扩张北约的扩张反而是国际事务当中才真的是不稳定的因素OK好所以呢等于是北约觉得俄罗斯入侵入啊这个俄罗斯觉得是北约扩张好所以一连串的状况呢显示出来整个的国际局势啊坦白说越来越紧绷那音箱所及到底有多少我们都要继续去观察了啊那刚才没有讲的这个是 这个是油价油价当然是一个最主要的啊这个恶务战争当中影响最大的昨天都下跌纽约下跌一点百分之一点八伦敦百分之一点五时间到了拜拜